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伙子和焦继花在酒会的太秋桌上完成了生命的大和谐 而焦继花的男朋友绿茂南看到之后 也没有和焦继花分手 两个人就这样慢慢熟识 又随着焦继花的外出闯荡而慢慢失联 失联一年之后 小伙子收到焦继花回来的信 来巴黎看网堂 焦继花入了文艺圈当女演员玩摄影 两个人见面不久就生命大和谐了 在晚上的摄影显微艺术演出之后 一行四人回到公寓 分别是焦继花 小伙子 黑发女和大款 黑发女跳脱衣舞是焦继花捡回来的 在一个晚上焦继花来拜访了小伙子 小伙子的女朋友直接领包滚蛋了 焦继花和小伙子开始了二人世界 互诉中场 小伙子被焦继花拐来当助理了 而黑发女也交了个男朋友 四个人一起去舞会 两位女士跳舞 美貌惊人 最后黑发女为两人跳脱衣舞 第二天圣诞节的时候三个人在一张床上 1937年小伙子和焦继花去焦继花家里看望爸爸 很明显爸爸和焦继花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 两个人回家之后却发现黑发女被男朋友打了 而明显法律不太能保护脱衣舞娘的权衣 焦继花支开了小伙子 独自约了黑发女的男朋友 时代的大背景下每个人都渺小如蝼蚁 焦继花色诱了男朋友后把她绑在床上 狠狠地抽了她来报仇 晚上小伙子求婚了 但是焦继花拒绝了 小伙子是一个心怀天下的男人 他想去西班牙参战 黑发女想去当护士 焦继花不想他们走 但是却要面临分别 事事无常 参军的日子里他们都给焦继花写信 但是焦继花没有回 黑发女和小伙子成了彼此的支撑 战争是残酷的 保卫家国的信念是伟大的 1938年黑发女死了 焦继花收到消息后 痛哭流涕 战争失败了 也结束了 小伙子来巴黎找焦继花 面临的却不是怀疑 1939年德军攻陷巴黎 小伙子开始担心焦继花 之后他接受任务再来到巴黎 偶然碰上了焦继花 没有打招呼 却异常开心 之后的日子里 两个人频僻相遇 小伙子他闯进了焦继花家 两个人一见面 就生命的大和谐 而焦继花此时和德国人在一起 小伙子不能接受 当然他的组织也不能接受 而焦继花和德国人在一起 也心不在焉 焦继花一直在偷听德国人的电话 小伙子的组织目标就是德国人 但是他的上司已经暴露了 焦继花帮助小伙子出逃了 诺曼底登陆日 小伙子同伴死得死 而焦继花却是卧底在德国人身边的 巴黎变得非常不安全 人人都觉得焦继花是汉奸 德国人也在家里被打死了 焦继花被热心邻居抓起来游街 上池乳猪 最后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小伙子到的时候 只看到了一封自我剖析的信 以及焦继花的爱 看完这部电影 被其中命运大背景下的 个人小情小爱 国家大情大爱而感动 唏嘘不移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 请不吝点赞 启 rue唐 欢迎订阅 赞 启不音测 词不声 宣优 你 你